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我上次已经回答过了 其实这个 好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才刚刚进来 所以我刚刚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神为什么要沉默四百年 他的旨意是什么 那其实大家如果回去看第一课的讲义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现 其实我已经在讲义里面 或是在我说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你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所谓沉默的四百年 是人或是更准确的来说是 由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认为他们 他们认为神沉默了 他们认为神没有透过先知来对他们说话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课的目的就是要带领大家去看到 神一点都没有沉默 神一点都没有停止工作 保护我们的神必不打顿 也不睡觉 他一直不断的在工作 只是我们人常常都希望 神是很直接的用 我们在神学上面讲的叫做特殊启示的方式 来直接对我们说话 但是实际上特殊启示是非常少见的 当神给你特殊启示的时候 你就要问一个问题 神啊你给我这启示你要我做什么 神不会白白的给人一个特殊启示 因为神已经给了圣经 神已经给了他的圣灵 圣经跟圣灵跟所有属神的 甚至是这个世界 神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可以被神使用 来对我们说话 来带领我们 所以当神用特殊启示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那代表神要我们参与他的 他的某一项特别的事工 在这个事工当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 所以神有没有在四百 这四百多年当中沉默 没有神不但不沉默 而且神在这四百多年当中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 预备好了 就像我刚刚祷告所说的 预备好了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他是不是拆派了 施洗约翰 来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预备 但是这个是 这还不是最大的预备 那第二个问题 神四百年 无言无语 怎么显现他因领人的方式和大能大爱 这个我想刚刚我大概已经 回答了 那第三个问题 尼西米以斯拉节的果子 对我们基督教 或者更正确的说是 基督徒的信仰 对我们基督的信仰 有什么意义 我想上一次的问题讨论 里面 或者是说我在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已经 也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尼西米 他是这个在 他建立的一个 一方面是观真 这个观真是什么 建基在我们信靠神 在我们遵守神的话 就是特别是 在神的群体里面 处于这些领导地位的 这些弟兄姐妹 更是必须要 好好的跟随神 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活出神 那另外一个就是 尼西米他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扮演了一个 除了 筑起 这个外在的城墙以外 建立起 人内 内心的城墙 帮带领 这个当时的 已经开始远离神 很 就是其实已经离神 很远的一些 犹太人 他们 重新的 凝聚起来 然后 以斯拉他是 帮助 这个 尼西米做的 可以说是 由外到内 他用 用正 这个 管理的方式 用 这个外在的方式 去管理 人的行为 约束人的行为 那么 以斯拉他是把 律法书 重新的带回 耶路撒冷 重新的教导 耶路撒冷的 犹太人 或是 犹大地的 犹太人 或者是 所有的 想要认识 独一真神的人 神的话语 所以他是 比较从内到外的 那这些都 继续的延续下去 包括后面的 这个 犹太教 的基础 那么 犹太教 所以就 这个 牵扯到下一个问题 就基督教 与犹太教 一脉相承 他们之间 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 犹太教 就是说 我们一个 笼统的犹太教 因为犹太教 也经过了 到现在 也已经有 两千多年的 发展 他 也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 总体而论 就是 犹太教 相信的 就 接受的是 旧约的圣经 他们还在等待 那位弥赛亚 他们不接受 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他们看不到 救恩 那么 基督徒 但是 基督徒 基督徒的群体 包括耶稣基督 本身 也都是从 犹太教的传统 出来的 我们在 旧约的信仰里面 在旧约里面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认识到 神在历史当中的 作为 从这当中去 认识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的 一位神 神的性情 是什么 神 喜爱的是什么 他恨恶的是什么 这些我们可以从 这个旧约当中 去看到 其实神也很清楚的 在 特别摩西五经里面 告诉我们 他 希望我们过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 这些 在旧约里面 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 做不到 我们做 人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所以在新约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关系 因为我们 生命 更加的 真正的 本质的 因着 信耶稣基督的关系 得以 从内到外的 被转化 是被转化 而不是被 硬性规定的 不是被律法 硬性规定 所以 基督徒 我们因为 认识 接受 耶稣基督 我们领受了圣灵 所以我们 当我们在回去 看旧约的时候 希望大家是 如此的 那 我们 在教会里面 所有的 牧者们 也是希望 我们互相 砥砺 互相 教导 互相 扶持之下 我们可以像 当初的 第一批 门徒 或者是 第一 世纪的 这些 他们对于 神非常 渴慕 出于 犹太 被犹太教 背景的 但是 他们 想不明白 当中 很多的 关键点 但是 认识了 耶稣基督 以后 他们就 突然之间 明白过来 就像那 两个 走在 耶稣基督 复活以后 走在 往 以网伍伍斯的 路上的 那两个 门徒 当耶稣基督 一一的 向他们 解释 圣经里面 指着 他所说的 一切的 预言的时候 他们就 突然之间 明白过来 就是 在 英文里面 的 形容词 就是 所有的 连结 都连结 点都 连结在一起 所有的 东西 都开始 make sense 然后当 耶稣基督 剥柄 注谢了 橘七柄 来注谢 就拨开的时候 他们的 眼睛就 开了 他们看到 眼前的 向他们 解释 这一切的 就是他们的 主 耶稣基督 就像 保罗 他往 大马士革的 路上 他是一个 这个 犹太的 学者 非常优秀的 犹太教的 学者 但是 他不明白 一件事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所以他 凭着他 自己的 心意 凭着他 自己的 认识 他是凭着 他的 犹太教的 背景 的认识 他以为 去除掉 基督徒 就是在 为主 做事 但是当 他看到 一个特殊 启示 注意到 特殊 启示 耶稣基督 亲自 遇见他 这时候 他 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 反应 就是我刚才 前面 跟大家 说的 当你 受到一个 特殊 启示 的时候 你要像 保罗一样 问这句话 他 第一个 他当然 不认识 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认识 所以我们 不用问 第一句话 主啊 你是谁 这个我们 不用问 但是我们 要问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所以这是 我们基督的信仰 跟犹太教 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看法 我们对于耶稣基督 的 认识 我们跟耶稣基督 亲近的程度 这是 关键 就是在耶稣基督 进入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 资料 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 大家觉得 有一点 太多了 我看 不是这个 这是第一课 如果大家觉得 有一点太多的话 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 回来多看几遍 多看这个视频的回放 多回放几遍 然后 对照着讲义 这一课呢 我是把它取名叫做 无花果树 不发望 这是哈巴古树 三章 十七节 那么上一课 我们在探讨 尼西米跟 以色拉两位在 第五世纪末的 神的仆人 为 接下来 四百多年 在犹太人当中 没有神的话语的 期间所预备的 这些根基 尼西米 所结的果子 以色拉的果子 刚刚我都已经 讲过了 那本课 我们要探讨的是 两约之间 统治 犹太民族的 这些执政 这些统治者 前面我会 特别 这个 专注在 这些外族的 统治 统治者 至于说 那个 马加比 跟这个 哈斯摩尼王朝 就是马加比 家族 他们 后来所建立的 哈斯摩尼王朝 这个会放在后面 如果今天 时间不够的话 我就把 马加比 革命 跟哈斯摩尼王朝 放在 下一刻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 先 专注在 这些 外族的 统治者 他们的 政策 他们对于 专注在 针对 犹大地 针对 犹太人 不管 其他的地方 只针对 他们 在 针对 耶路撒冷 为主的 这个 以及周边的 地区 的 政策 跟 他们对于 这个 他们的政策 对于 犹太 社区 对于他们 信仰 对于往后 有什么发展 有什么影响 我们就专注在 这一边 我们先来看 马代波斯 我们常说 简称是 波斯帝国 那个 马代波斯 马代波斯 为什么叫 马代波斯的 原因 很简单的 说一下 就是因为 马代波斯 这个帝国 他的 这个执政的人呢 就是 王 简单来讲 说王呢 他们有时候 是马代人 有时候是 波斯人 所以 我们常会说 是马代波斯 但是 基本上 在世界史上面 还是主要 是当成是 波斯帝国 那当然 我们 就是从 这个 就是波斯帝国的 的晚期 开始讲了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 四百多年 已经是 这个波斯帝国 统治的晚期 那我们知道 波斯帝国 在宗教上面 他是采取 尊重 宽松 甚至是 协助的 政策 对不对 所以他让 这个犹太人 不但下招 这个古列王 他一上台 马上就下招 就是让犹太人 可以回到 耶路撒冷去 重建 城墙 重建 圣殿 甚至后来 还让 这个 以色拉 把这个 律法书 带回去 亲自 下招 派 以色拉 回去 所以他是 非常的 尊重 各民族的文化 那这个 他是跟 他的前面 的 这个帝国 巴比伦帝国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这个 让这个 波斯帝国在 整个 波斯帝国 里面的 几乎所有的 民族 都有 非常好的 对他们 非常好的 印象 因为他是 让人 回归到 他们自己的 这个 本主本乡 那这个 有什么 影响呢 就是说 愿意 回到 回归 的 这些 犹太人 他们可以 回归到 耶路撒冷 可是上次 我也跟 各位稍稍提过 其实 在这个 当时 要回到 耶路撒冷 这个决定 是一个 重大的决定 比 比当初 我们 所有的人 决定要 移民 加拿大的 这个决定 更加的 艰难 因为 我们要 移民 加拿大 是从 一个国家 搬到 另一个国家 从一个文化 搬到 另外一个文化 从我们的 这个 在那里 很久的 一切的 连结 我们都 等于要 重新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 连结 这些都有 但是 还要 再加上 当时的 耶路撒冷 基本上 是一片 废墟 然后 从 波斯帝国的 各地 到 回去 耶路撒冷 特别是 从首都 巴比伦 要到 耶路撒冷 是一段 很长的 路程 这段 路程上面 有 强盗 并没有 道路 有很多 的 危险 有 有猛兽 他们身上 带着 这么多 的 财产 又有 当时很多的财产 是牛羊 这些牲畜 这些都很容易 成为目标 再加上 一家 有老 有小 这些 都是 增加 这个困难度 然后 他们可能 本来在 波斯帝国的 各地 都已经有 非常好的生活 他们 何必要 回去一个 完全没有 没有 看不到未来的 一个地方 基本上 耶路撒冷 是一个 看不到未来的 地方 但是 还是有一些 忠心的人 回去 那我上次跟各位 分享过 就是 最主要是 犹大支派 犹大支派 跟 辩亚明支派 一部分 的辩亚明支派 的人 回去 那这些影响 就是在 犹太社区 得以在 犹大地 重新建立起来 然后 非正式的 开始有自己的 法律 非正式的 上次 我的结尾 就是说 用 律法 成为 犹大地的 将来的 这个 犹太人当中的 一个 宪法 属于 犹太民族的 一个宪法 虽然 没有 不被 这个 统治 他们的统治者 所承认 但是 在犹太人的 心里面 律法 就是他们的 宪法 所以这些 都为 后来的 犹太教的 发展 垫下了 一个基础 那波斯帝国就是被 亚历山大大帝 我这里把希腊帝国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亚历山大 的希腊 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 另外一个是 南北王朝的希腊 所以我在这个 chat里面 我放了一个 一份这个 补充资料 是 有关于 但一离书 15章的 这个 跟圣经 就是南北王朝 跟 但一离的 预言的 这个对照 历史 就是南北王朝的 历史事件 跟 这个 但一离的 预言的 对照 再次重申 那个不是 百分之百 正确的 那是我 个人的 这个 收集了 很多的资料 做了一些 研究之后 我认为 对我来讲 算是合理的 部分 但是 不是百分之百 正确的 所以只能参考而已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 看一看 我们来看 亚历山大 基本上 亚历山大呢 他一直忙于 争战 所以他其实 没有太多的 时间去 特别注意 上次我也跟各位说 这个犹大帝 对于整个 帝国的版图来讲 是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地方 虽然他是在一个 枢纽 就是在 往 埃及 就是从东到 从北到南 往埃及 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这个地理位置上面 是很 很重要的 但是实际上 基本上对这一些 这一些征服者来讲 或者统治者来讲 你基本上 你不要作乱 你不要让我觉得 你很 你很难搞 那就没事 那么亚历山大 他基本上采取 应该 我这 这一段我们 历史上面的资料 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 就是去 因为从 没有 之所以没有 没有 历史上面的资料 就是因为 没有发生太大的 变化 我所谓的变化 就是在当时 就是有暴动 有反抗 这一些 就会留下 历史上面的资料 为什么 因为有反动 有反抗 有暴动 就要出兵 就会有这些记录 那通通都没有的时候 就表示 一切如常 所以 所有的历史学者 都假定 就是延续了 波斯帝国的 基本上 大部分的政策 但是有一个 非常重要 在波斯帝国的时候 当时世界通用的语言 是亚兰文 但是呢 亚历山大帝 他年少的时候 他是受教于 亚历史多德 他在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在他的心里面 就对于 希腊文化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传教士 而且他非常的热心 在宣传希腊文化 所以他在一面 一面征服的过程当中 他都在一些重要的据点 一些交通要充上面 设立一些城市 是专门宣扬希腊文化的 那他的方式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用体育馆 那这些都被后来的 希腊统治者沿用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没有什么体育馆跟剧院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没有什么休闲生活 最大的娱乐 就是看体育竞技 在或是在戏院里面 不是只有看戏 当时的戏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个 作用 就是整个社区的聚会 算是要开这个社区大会的时候 社区区这个居民大会的时候 就大家通通到体育馆里面去 这个我们在这个石虎心传里面 保罗被抓的时候 在应该是20章21章那边 保罗被抓的时候 就是被抓到 一个体育馆里面去 呃 不是不是被抓到体育馆 对不起 是在他这个 不是那个时候 是保罗他在这个 有一个营匠 在那个这个 被一个营匠去 去这个 控告他的时候 这个营匠 他是专门在做那个 神像的一个 这个营匠 因为保罗穿福音的关系 所以 他们就都没生意了 在中亚那一带 他们都没生意了 所以他们就 想要除掉保罗 就把保罗 这个 把这个 抓不到保罗 就把这个 当时资助过 帮助过保罗的人 通通把他们 这个抓到这个 体育馆里面去 那 另外呢 就是说 像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 后来的 这个 教 教会 这个字 没有 如果看不到 那个 这个 附近那些的 弟兄姐妹 麻烦之后 再跟教会的秘书 去索取 或者是 当这个 影片回放 上线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在 下面找到连结 可以去下载 我们这个 教会 这个 这个字 后来变成教会的 这个字 Exlesia 这个字呢 它的这个 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 其实就是讲这种 群众的聚会 就是 群众为了 一个 共同的 目的 聚集在一起 这个字 后来就被 用成 就是我们今天的 中文翻译成 教会 的这个字 但是在 第一世纪的时候 这个 第一世纪的 门徒们 把这个字的 意义改了 就是 加上一个 就是 群 一群人 为了 一个 共同的 目的 什么目的 就是为了 神国度的 目的 聚集在一起 因为 耶稣基督的 关系 好 我们再回来看 所以 希腊 他们用这一套 是非常非常 厉害的 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 他厉害到什么 程度 但 他因为 推广希腊文化 再加上 推广 希腊文 用各种的方法 用教育系统 用 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 也非常厉害 这也影响到了 犹太的社群 那因为 希腊文是 法定语言 所以 你必须要 学习希腊文 你才有办法 生活 你才有办法 经商 你才有办法 工作 你才有办法 跟其他的人 来往 而且 其实 不是在 亚历山大大地 那个时候 才开始 希腊的 这个文化的影响 或者语言的影响力 才进来的 是在那个之前 希腊人就已经 往东方 从周海路 往东方 我们在现在 的一些 这一些 犹太的一些思想里面 或者是一些 现在发掘到的一些 当时的 这些经商的 与商业有关系的文件 里面就已经 可以发现 当时的 希腊的影响力 已经进来了 那更何况是 亚历山大大地 这么积极的在 在推广 这个希腊文化 那我们知道 亚历山大大地 他的时间 非常短 他实质上面 只有12年的时间 对于这个 犹大地的统治 然后呢 就是我们 我们都知道 这个 我相信我们当中 很多的人的历史 都比我还要熟 那亚历山大大地 死了以后 他的四个部下 就瓜分了 他的帝国 所以我们在 但一里的异象里面 看到这个宝 他有四个 这个 后来长出了 四个角 那最后呢 其实就形成了 在南的 一个多利买王朝 我要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亚历山大大地呢 他后来征服了埃及 所以他在 他在埃及 他也有一个法老的 所以 从亚历山大大地 开始的法老王 就变成了 是希腊 希腊的国王 所以不再是埃及人了 那这个 现在这个南部 在南的 这个多利买王朝呢 他们基本上 就是埃及的 埃及王 那他在 他们的首都 就在一个 叫做亚历山 现在我们大部分 为了区别 就是分成 就是叫做亚历山泰 我们把它翻成 亚历山泰 那在 北部 所以亚历山泰呢 他在那里 是希腊的 这个文化的中心 但是那边 也聚集了 非常多的犹太人 所以上次 我跟大家 稍微提过 在亚历山泰 其实是有一个 一个 我们不能够说 他是圣殿 可以说 他是一个 拜耶和华的 一个庙 非常奇怪 我们听起来 会觉得很奇怪 可是实际上 因为他 第一个 对犹太人来讲 圣殿 不可能在 耶路撒冷以外的 地方建立 所以 撒玛利亚人 也建了一个圣殿 在撒玛利亚 也建了一个圣殿 但是 犹太人 也不承认 那个是圣殿 不承认 那个 地位 所以 而且在 这个 亚历山泰的 这个 所谓的 他们所谓的 圣殿呢 其实这个 里面对于 有献祭 献祭给 这个 是献祭给 耶和华 但是 这个圣殿 里面 的 这个崇拜的方式 其实掺杂了 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 异教的 这个 崇拜的 的元素 在里面 那这当然 也是另外一个 犹太人 非常不能接受 它 是一个 圣殿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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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那么 在北的呢 是 西流谷 它有很多的 翻译啦 这些都是 就是我们中文的 翻用 声音 音译的 方式 所以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翻译的 这个方式 就西流谷 有的翻成 塞流谷 那 之前更早的 我们是翻成 西流基 那重点就是 南北王朝 在争霸 那么耶路撒冷 一开始 是在南方的 埃及这边的 多利麦王朝的 统治之下 基本上 也是延续 亚历山大 大帝的 政策 大概有 一百 多年的 时间 是在 他们的 统治之下 那到了 主前 198年的时候 耶路撒冷 就落入 落入了 这个西流谷 王朝的 手里面 这个西流谷 王朝呢 它是 因为它 在北方 那它那边的 这个外敌 比较多 也是一直都是 属于比较弱 但是它从来 没有放弃 对于 就是想要统一 整个 这个希腊帝国 的 这个 意图 那要 统治整个 希腊帝国 当然就是要 先把巴勒斯坦 地区 先把它 占领下来 所以它 发动过 北国对于 这个部分 对于巴勒斯坦 的治权 发动过 很多次的战争 但是都没有 都没有 很好的成效 一直到了 198年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犹太人 他们也厌倦了 多利买 王朝的 统治 所以其实 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是帮助 这个西流谷 王朝的 但是没有想到 而且当时 西流谷 王朝呢 也对他们 做了很多的 这个 promises 就是答应 要给他们 很多东西 但是后来 通通都 食言了 到了 到了主前 168年的时候 这个 当时的 安提亚古 四世 是北方的 北方王 西流谷 王朝的 他们又想要 再一次的 去 打 就是 打败 这个 在埃及的南方王 但是那个时候 罗马已经 很强大了 罗马已经越来越强大 然后他们 这个时候 他们就出面干涉 因为他们 这个罗马 那时候还不是帝国 那时候是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 跟 这个南方的 这个 多利买王朝的 关系 一直是比较好的 所以 他就 这个 安提亚古四世 他因为失败 所以 他回到 这个 要回到叙利亚的时候 回到他的根据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我前面说过 他很多事情 他都食言 答应了 都食言了 那犹太人 非常不满 他的希腊化的政策 为什么不满呢 其实他已经做到 非常过分的程度了 我刚 提到 就是 亚历山大大帝 他有一个很重要 一个很厉害的策略 就是他 广设 这些罗马竞技场 跟剧院 那在这些 当中 另外他 还开放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只要从军 你当希腊的军队 从军 加入希腊军队 你就可以 得到管位 这个也是一个 很厉害的政策 所以那个时候呢 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 就是有一些年轻的祭司 他们都开始去参与 这些体育竞技 如果大家看过这些 现在找到的一些 在当时的 这些瓶子 上面有一些 一些图案 就是在描绘当时的 这些体育竞技的 情况的时候 就会看到 他们当时的体育竞技 是裸体进行的 当他们在裸体 进行的时候 这些受过割离的 这些年轻的祭司们 或是年轻的犹太人们 他们因为感觉到羞愧 因为他们受过割离 所以甚至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就用外科手术的方式 再就是把他们这个 受过割离的部分 再把它补回去 那这个当然对犹太人来讲 这怎么行呢 这个简直就是 不是简直 这个就是离经叛道 所以这个犹太人 他们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另外就是 安提亚古世事 他因为犹太人 是站在犹太人的立场 但安提亚古世事 他是站在希腊人的立场 他觉得这么多的国家 有这么多的 我们征服了这么多的国家 有这么多的神 特别再加上 他在这个事业上面 一直不是很顺利 所以他觉得有神 他就拜 所以他就到处都摆了 一大堆的神像 甚至在耶路撒冷 甚至他想在圣殿里面 也摆一些神像 那当然犹太人 怎么能够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 以色列人 犹太人就开始有抗议的行动 所以在这个 但一里书的预言里面 就说他恼恨圣城 所以就放任 他的底下的一个将军 在耶路撒冷里面肆虐 然后下令禁止 犹太教 然后他在167年的时候呢 就是新兵 然后 他的这个 一个大将呢 他是骗犹太人 说他是税务官 然后一进到耶路撒冷以后 马上实施禁令 宵禁 在耶路撒冷 的这个对面 就建立起了堡垒 然后就开始 禁止 因为前面168年 他这个 安提拉古四世 他下令禁止犹太教 所以就不能献祭 然后呢 这个大将 他更 更过分 他在祭坛上面 在圣殿的祭坛上面 宰猪 我们知道猪 是不洁净的 在律法里面 是不洁净 在圣坛上面 宰猪 其实意思就是 要让这个 刻意的要去 这个 玷污 圣殿 然后在圣殿 殿里面 设立了宙思的 想 这在但一理书 11章31节里面 在圣殿内 设立那心 毁坏 可憎的想 就是宙思想 我们看 影响 犹大国 被灭的前后 已经有许多的 犹太人 逃到 埃及 去居住 那加上 耶路撒冷的初期 有这个 多利买王朝来 管辖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 其实这个 在希腊的 政府里面 其实是非常腐败的 有很多 这种 贿赂的事情 买官的事情 刚才我前面 就已经讲 他们是公开鼓励 你愿意从军 你就可以 买官 以后我有机会 可以再跟大家 更仔细的 分享 在第一世纪 前后 主前第一世纪 前后的这些 希腊的 这些 政策 那他们呢 也有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新约里面 的书信里面 也有看到 有一些人 有一些弟兄姐妹 后来信主的 这些弟兄姐妹 外邦人 他们 在这个 这个 罗马政府里面 当官 这个都是从 这个希腊 延续下来的 他们 就是奉献 一大笔钱 因为他们 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个 这个 就是叫做 就是说 我有钱 我底下 就可以养 一大批的人 有点像 那个 中国古代的 这种 大夫 他们底下 养了一群的 食客 有点像 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们 捐了一大笔钱 政府就会 比如说 路的旁边 我们现在也有 路旁边 就说 这条路 是谁谁谁 捐的 为了表彰 他的贡献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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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 这个什么东西 是谁谁捐的 所以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 就是说 他还会取得 一个 一个 头衔 那个时候 有非常非常 多的头衔 那么 这些 犹太人当中呢 因为有这些东西 所以 为了成为 大祭司 有一些 不尽钱的 犹太人 就开始用 低劣的手段 包括用 贿赂的 包括用 暗杀的 包括用 这个 诬告的方式 去得到 希腊 统治者 来任命 他们作为 大祭司 所以我们可以 看到这个 其实 犹太人 他们虽然有 相当程度的 自主权 但是在 很重要的 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大祭司 这个位置上面 已经 失去了 他们的 自主权 那这一些 其实是 犹太人当中 有一些人 自愿配合 而失去的 然后 犹太教里面呢 开始受到一些 希腊哲学 思想的 影响 那 包括像 撒杜该派 我们下一课 会讲到 撒杜该派 撒杜该派 里面 就有一些 在当时 在第三世纪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撒杜该派的 那时候是 撒杜该派的雏形 就是刚刚 开始产生 这些 撒杜该派的 这些 当时的 一些重要的 学者 他们的思想 已经开始受到了 希腊哲学的影响 那 许多的 这个犹太人 已经不会 希伯来文 所以根据传统 在希腊的南朝 在这个传统里面 是说 当时为了要 在亚历山太城的 要充实 要增加这个 亚历山太城 的里面的 图书馆的藏书 所以 就是由希腊的 多利满王朝的 政府出面 邀请 这个犹太的 犹太人 来把希伯来圣经 翻译成 希腊文的圣经 那 根据传统是 每个支派 派六个 所以总共有 七十二个文士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所熟知的 七十四译本 这个七十四译本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 对于我们了解 古典希腊文 这个古典的 就是在 那个世代 在大概第三世纪 左右的 那时候的犹太人 也就是 已经有很深的 希腊的影响 希腊文化的影响 的 这些犹太人 他们怎么去理解 旧约 怎么去理解 这个古典的 希伯来文 有很重要的 这都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版本的 这个很多的 译本的圣经 都是从 这个七十四译本 旧约的部分是从 其实是 一本来翻译的 那 其实是一本 不但帮助 已经被希腊化的 以色列人 继续的认识神 更是新约时代 福音 广传到整个 罗马帝国的 重要的工具 在新约的 作者里面 有很多 的作者 很多部分是 他们 当他们 引用旧约的时候 是用 七十四译本的 翻译 为什么要引用 七十四译本的 翻译 其实 比如说像保罗 保罗他的 希伯来文 也非常好 为什么 他要用 其实是 一本的 翻译 因为 文化 保罗的 时代的人 你要叫他 去理解 这个希伯来文的 旧约的 圣经 跟 他用 七十四译本 用比较 近代的 语言 去翻译 出来的 东西 是 比较能够 理解 那我们 今天的 圣经 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的 圣经 也是 适度的 要做一些 在语言 上面的 跟一些 后世 所找到的 新的资料 上面的 一些 增订 或者是 更新 讲一个 最简单的 比如说 以前 的 和合本 中文 和合本 的翻译 是 大马色 保罗 往大马色 的路上 可是 现在 世界通用的 中文里面 世界通用的 翻译是 大马士 格 所以 新的 修订版的 中文的 和合本 就把这个 地名 把它叫做 大马士 格 那么 旧的 和合本 凯撒 是翻成 该撒 雅谷市 都 但是 现在世界通用的是 凯撒 这些都是 一些 很简单的 例子 所以 其实 试译本 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译本 另外 也 衔接 让我们 发现说 当 有一些 学者 他们是 叫 他们的 研究 就是 这个 圣经 的 比对 学 这个 比对 学 他们 就是要 比对 不同的 版本 不同的 译本 还有不同的 手抄本 之间 他们的 译同 我们在 七十四译本 里面 可以看到 跟 所发觉到 所找到 最老的 手抄本 的差别 还有 这个 中间的 误差 是很少 很少 所以 这些 都是让我们 这些 都是跟我们 有很 很大的 关系 让我们 知道 不但是 圣经的 他的 最初的 版本 是 无误的 没有 错误的 也让我们 发现 这些 后世的 这些 文士 或是 基督徒 他们在 进行 手抄 的时候 还有 进行 翻译 的时候 他们的 那种 严谨 跟 专注 的 程度 我们 所 找到的 在 这个 他们 在 这个 十海古卷 就是 十海古卷 里面的 这个 以赛亚书 因为 以赛亚书 是保存的 在十海古卷 里面 保存的 最好的 所以目前 是被研究的 最多的 去对比 我们目前 找到的 最早的 版本 跟现在的 译本 去对比以后 发现 里面的 误差 比 那个 莎士比亚的 著作 印刷的 莎士比亚的 著作的 错误 还要少 用手抄的 错误 比用 印的 错误 还要少 这就可以 让我们 看出来 这些 世世代代的 神的 仆人 是多么的 认真 在 做神的 工作上面 那回到 这个部分 在耶路撒冷 落入 北方的 西流谷 王朝了以后 就是像 我刚刚讲的 有更多的 犹太人 自愿 接受 希腊文化 跟外邦的 宗教 那甚至有很多的 这个年轻的祭司 开始参与 希腊人的 体育竞技活动 那我刚刚少 讲了一个 就是说 这些 希腊的竞技活动 体育竞技活动 是跟 这个 Hercules 海克利斯 这个大力士 希腊神话里面 这个 半人半神的 这个 大力士的 崇拜 跟另外一个 Hermas Hermas 是一个 盗贼 也是半人半神的 一个 盗贼 他的动作 很快 跟这两个 半人半神的 这个崇拜 是都有关系的 所以 敬虔的人 犹太人里面 敬虔的人 跟这些 既得利益的人 他们之间的 冲突 矛盾 也很厉害 那么 刚刚我 我讲了 在167年的时候 安提亚古四世 禁止犹太教 放任属下 亵渎圣殿以后 终于就爆发了 马加比革命 这个马加比革命 就促成了 后来 把他拆掉 石头堆起来 等以后 有 祭司的时候 再 在 告诉他们 怎么处理 有先知的时候 告诉他们 怎么处理 不是祭司 是先知的时候 再有神来 告诉他们 怎么处理 那一堆 被玷污的石头 他们建了一个 新的祭坛 重新的献祭 所以犹太人 到今天 都还在 庆祝这个 哈努卡 就是 献殿节 或叫修殿节 或是光明节 其实哈努卡是 光的意思 那他们说 有一个神迹 就是那个时候 金灯台 在圣所里面的 金灯台 只剩下一天 一天份的油 那金灯台 应该是 点了以后 要连续点 不能熄灭的 结果 这个金灯台 一连燃烧了 八天 用一天的 分量的油 燃烧了八天 都没有熄灭 所以他们到今天 从12月25号 要庆祝 这个 哈努卡 要庆祝 连续庆祝八天 这个典故 是从这边而来的 所以 不是说 犹太人 故意不庆祝 圣诞节 然后要挑一天 就是故意 在选在同一天 要搞另外一个节日 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有 他们的典故的 那对于在 犹太人当中 今天的犹太人当中 的基督徒 他们称自己为 弥赛亚 弥赛亚基督徒 而不是 他们称自己为 弥赛亚犹太人 他们呢 就是两个都庆祝 庆祝圣诞节的同时 庆祝 哈努卡 然后到后来 这个希腊 就是接续的 就是罗马帝国 但是因为我们只讲到 这个 施洗约翰 也就是 祖前大概 三四年 之间的时间 确定日期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四百多年 所以其实就 罗马我们就讲的很少 其实第四课 我们稍微讲多一点 今天就稍微提一点点 就是这个 哈斯摩尼王朝呢 是马加比家族 他们建立的 我们下一课 今天时间不够了 下一课我会解释 为什么又是 哈斯摩尼 又是马加比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同一个家族 那他们因为内战 在争夺王位 所以呢 他们就邀请 邀请 罗马 共和国进来调停 那这中间 当然有一段 很复杂的历史 下一课我再 稍微讲多一点点 不会讲太多 因为那些 不是最主要的重点 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后来就是 大西律 变成了 取代了 哈斯摩尼家族 变成了 大西律 来统治 巴勒斯坦地区 那其实 大西律呢 他是 以东人 那 而且呢 他的爸爸 今天不讲那么多 好了 他其实是 哈斯摩尼家族的女婿 所以他其实 应该是 照理来讲 他应该是 对于犹太人的信仰 他们的文化 他们对于 这个信仰上面的兼职 还有这个各教派之间的 这些矛盾 他照理说 应该是很清楚 可是呢 他是一个 非常的 疑心病非常的重 他非常的重视 自我形象的一个人 他很重视别人 对他的看法 他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是 一个很好大喜功的人 他最著名的 就是他的那些 非常壮观的建筑 包括了 他扩建圣殿 他不但是 这个 出资 出他的钱去修圣殿 而且是扩建 圣殿 去想要用这样的方法 来拉拢 犹太人 但是 他要这样子 拼命的去盖东西 而且他喜欢到处送人家礼物 钱哪里来 当然就只有抽税 然后呢 他又想要去讨好 在耶路撒冷 以外的 从他统 他想要去拉拢 其他的犹太人 就是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犹太人 因为原来的 大祭司 一直都是从住在耶路撒冷的 这些 这些犹太人 这个 这个祭司家族里面 去产生出来的 可是他为了要去拉拢那些 不住在耶路撒冷 可是仍然在他的统治的领土之内的 犹太人 所以就从其他的地区 选了 大祭司来取代 原来在耶路撒冷的大祭司 所以 在耶路撒冷的 这些 无论是撒度该人 撒度该派 或者是法利赛人 都不喜欢他 那后面 下一课我会解释 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影响 就是哈斯摩尼的内战 当然就了结了犹太人的自治 让犹太人结束了 短短100年左右的自治 然后再一次的被外族统治 那大西律的统治呢 就 其实大西律 他到底算不算外族 大家的看法不一 那这个犹太史学家 这个约瑟福 他甚至认为 这个大西律 他是算在 他是把他算在 哈斯摩尼家族里面的 但是其实他是没有 就是血缘 他是阴亲 他不是血亲 那总之他就是加深了 这个犹太族群里面的 这个矛盾 然后呢 他的不得民心 让犹太 这个耶路撒冷 随时都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其实不是只有耶路撒冷 但耶路撒冷是非常紧张 所以在后面进到第一世纪的 这个耶路撒冷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段时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段时间 在耶路撒冷是非常紧张的 然后但是因为他非常的残暴 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要除掉耶稣 他可以把这个 这个薄利恒的这些两岁以下 男婴通通杀死 那有很多人觉得说 历史上面没有记载这件事啊 但是呢 其实如果算下来的话 因为薄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城 大概如果算下来 当时在两岁以下的男婴 大概两百多个人左右 一次杀掉两百多个人 对于大西利大虚律王来讲 根本不是大事 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残暴的程度 他为了要除掉 跟他紧张的人 这个关系不好的人 他随时可以大规模的杀人 所以如果他的这样的杀人成性 杀掉两百多个男婴 根本在大西律的这个历史事件簿上面 根本不值得记上一笔 所以没有记在杀掉两百多个男婴 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所以当大西律他在胃的时候呢 不敢 大家不太敢有大规模的暴动 但是当他一死了以后 马上各地就有很多的暴动 所以大西律死了以后 他的几个儿子 没有一个儿子能够压得住场面 所以罗马皇帝也不愿意 再把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交给他们的任何一个 他的任何一个儿子 单独的去管理 甚至有一些地区还要再派 总督或者所谓的巡抚 比如说像这个耶路撒冷 后来就是由巡抚 而不是由这个西律家族的任何一个人来管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表面上看起来犹太人的信仰又再一次的陷入危机 我们在这个400年里面刚刚短短的很简短的 跟各位叙述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经历了好几次的这样子的信仰的危机 表面上这一次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危机 但是在这个危机当中 其实神的拯救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因为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 如果你是犹太人 如果你当时住在耶路撒冷 你的心里 你看到这个局势是这样 非常的乱 非常的危险 当时的人命可以说根本就不是 不是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唯一的盼望是什么 当然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来施行拯救 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心已经开始被预备 才会有后来的 当施洗约翰一出来 施洗约翰他也没有在耶路撒冷里面去 到处宣传 他是在约旦河边 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 约旦河边 在那里 他在那里就是呼吁大家要悔改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找他 因为那时候人心需要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表面上面看到 我们觉得神啊为什么这样 就像这个 我今天的这个 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 哈巴谷前面他也在问 为什么神啊为什么 你要让这个 更凶残的巴比伦人 来来统治我们 可是到后来 当哈巴谷他亲自的 他经过这样寻求的过程 所以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去寻求 我们可以去向神寻求解答 我们可以去问神 为什么 为什么 神允许我们 其实事实上神要我们 诚心的去向他寻求答案 但是当神回 回应哈巴谷以后 哈巴谷就发出 这段话 绝处逢生的信息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神学的反思上面 我就邀请大家来思想 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真的相信 神的信实跟慈爱吗 虽然 波斯王他按照耶利米的预言 在犹太人被掳以后 七十年容许 犹太人回归 但是 却没有像 以赛亚书六十章以后 所预言的那种 万邦来朝的那种复兴 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的前途 还是非常的渺茫 甚至到一度 他们都已经停工了 放弃了 激进放弃的边缘 没有看不到复兴在哪里 那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 这样的状况 有的时候 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 来成就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光 没有办法向神看到那么远 其实以赛亚在说的 真正的复兴 是什么时候 以赛亚在预言的 真正的复兴 那个真正的弥赛亚 是耶稣基督 真正的复兴 神的国度 不是以色列国 是整个神的国度 是普世的 是宇宙性的 神的国度 但我们人往往 我们没有办法 有神的眼光 但是我们在 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 成就的时候 我们又没有像哈巴谷 那样子 绝处逢生的信心 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我会各位读 虽然五花果树不法王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多么凄惨 什么都没有 要什么没有什么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 稳行在高处 这个不是哈巴谷 一开始就有的信心 是他 真心的 求问神 之后 当神回应他了以后 他所领受到的信心 所以 我们也要常常问自己 特别是 当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 很顺遂的时候 我们也要反思 我现在看似 对神有信心 我现在看似 跟神的关系很好 但是当 神 没有按照我的心意 去成就的时候 我还有这样的信心吗 当我们处在 人生的低谷 或信仰的低谷当中的时候 我们更要问 应该是说 提醒自己 然后呢 来读这些经文 还有 写 祷告的日记 很重要 你写 我什么时候 做了一个祷告 当神回应的时候 你回去 写 神怎么回应我 我们不是 期待 神按照我们 的 祷告的内容 来回应我们 但是 我们回去 记 神怎么回应我 我们往往会发现 神对我们的回应 比我们当初的 向神 所发出的需求 我们 比我们发出的求稿 更加的 使我们满足 对我们更好 当我们在信心 低落的时候 回去看这些 祷告的日记 可以帮助我们 重燃信心 耶利米书29章 11到14节 是耶利米写信 给那一些 已经被掳到 巴比伦的百姓 的话 告诉他们 你们要在那里 安居乐业 但是最重要的 是为你们所居住的 城市来祷告 不要离弃 你们的神 然后 接下来 就是 我对你们的意念 神说我对你们的意念 是赐福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时候到了 你们就会回归 我就会把你们 从各地 找回来 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那些 被掳的人 我们是那些 被掳之民 我们是被 以被奴隶的方式 可能 依不蔽体 手被绑着 像畜生一样 脖子被绑着 像畜生一样 这样被拉到 被掳之地去 结果竟然 这个什么先知 耶利米竟然叫我在那里 安居乐业 还叫我在那里 为这个地方 祷告 但是就是因为 有一些 犹太人 他们听了 他们真的安居乐业 所以犹太人 这个民族 他们不但在那 安居乐业 而且他们在那里 继续地寻求神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但是其实 现今在世界各地 因为大家都 就是大家都觉得 就是说 当初在以色列国 北国以色列 那十个半支派的人 他们到哪里去 其实今天在世界各地 都有一些 少数民族 他们到现在 都还相信着 他们就是 以色列人 当初的 以色列人 他们相信 他们是以色列的 那个犹太人的后裔 他们相信 他们就是 那个十个半支派当中的 当中甚至有在日本 有在中国的 都有 他们或多或少 都还留着 有些 有些还在守 安息日 还在 守 这个 旧约的律法的 部分的条例 当初就是因为 有一些人 他们听了 先知耶利米的话 所以犹太民族 没有消失 当时有多少的民族 跟犹太人一样被掳 被灭国 被掳 被打散 送到 大帝 帝国的各地区 可是他们都消失了 那些民族都消失了 但犹太民族 没有存在 没有消失 继续留存 跟他们 跟他们有信仰 跟他们 就是听了 耶利米的话 都有一些关系 但是第二个 我们要看到 就是世俗化的危机 在犹太的人的 这个 这一段 近四百年的历史 他们最大的危机 就是世俗化 这个世俗化 跟 在语言上面 或是文化上面 被同化 不一样 世俗化 指的是 信仰的世俗化 就是他们觉得 我 为了活下去 做的一些事 必须要做的一些事 或是为了要取得 一些利益 其实有很多 跟活下去没有关系 是要取得一些利益 我生意要做得好 我就要跟着去拜 那些偶像 我生意要做得好 我就要去参与 那些体育经济活动 我要成为军官 我要成为 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成为 这个 希腊帝国里面 受人尊敬的人 或者是 我要成为大祭司 我就要做这些事 为了做这些事 离弃了神 他还是有大祭司的职位 可是 他是一个不信神的大祭司 甚至到后面 我下一课会讲 连马加比家族 他们也沦陷 马加比也是一个祭司家族 到后面 哈斯摩尼家族 到后面 也是因为如此 他们开始接受 这个 希腊政府 希腊 接受罗马政府 对他们的策封 取了 希腊化的名字 取了希腊化的尊号 变成希腊文化的崇拜者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主流的价值 是跟圣经的价值是违背 现在有一些基督徒 开始觉得 圣经的教导 太老了 不符合现代的需要了 如果圣经里面的教导 会老 会不符合现代的需要 那么其实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就不是神 但是正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位神 他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 从来没有被时代淘汰过 圣经里面的教导 从来不需要有另外一本经书 来补充 我们基督徒只需要读这本圣经 我们不用读很多本的经书 有的宗教的经书已经多到 几辈子都读不完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哪一位神才是真正的独一真神 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 这个圣经的教导不符合潮流 事实上 这个世界的潮流 每隔十年 就会换一次 但是圣经的教导从来不需要 圣经神的话 立定在天 永不改变 所以这两件事情 是我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来思考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请大家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